是陕西省咸阳市城西 六公里处的秦都区平陵乡大王村 在村子的东南方向 两座巨大的陵种已经相望了两千多年 似乎在默契地守护着一个王朝的秘密 两座陵墓分别属于一代天子义朝皇后 在诡决的历史传闻中 这位年轻的皇帝死于全臣之首 士君之臣为了掩人耳目 竭尽所能地充实这座未完工的地灵 更为春奇的是 这座地灵风土的规模 中国竟然隐隐被其后领所超越 俨然形成了大逆不道的僭越 这在等级观念森严的古代中国 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而这一切却正是出自 那位士君全臣的授意 这些传闻会是真的吗 今天人们对这座地灵充满了困惑与疑问 沉睡其中的是一位怎样的帝王 在那个阴谋四起 潮局动荡的时代 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 这座地灵之下 又埋藏着多少王朝的秘密 让我们揭开平陵的重重迷雾 重回西汉 走进这位苦闷的年轻帝王 公元前七十四年六月 平陵工地喧闹一场 这座宏大的地灵 距离完工还遥遥无期 却不得不立即启用 仓促作用的三万辆牛车 将渭河的河沙 一车车地运送到此地 用来构筑地下墓序 地灵灵园中 一批批陪葬品 从京城长安运来 等待着永久地陪伴在皇帝身旁 所有迹象表明 当朝天子出现了意外 这一年的六月 汉昭帝刘福玲 突然驾崩于魏阳公 此时他不过二十一岁 据登基也只有短短十三年 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疑 地灵的修建时间 取决于皇帝的寿命 不管怎样 地灵的营建必须加速 最终 平岭呈现出了不逊色于 其他地灵的水准 充分彰显了天子的威仪 是谁为汉昭帝 营建了这座地灵 是谁为汉昭帝 举办了庄严隆重的葬礼 又是谁为汉昭帝 选择了数量众多的随葬物品 这个人必定有着非同寻常的手段 慰及人臣的地位 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 一切线索似乎都指向同一个人 他究竟是谁 他叫霍光 是著名军事将领 获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 汉昭帝刘福陵的宰府大臣 他执掌最高权力 近二十年 是西汉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 公元前一百二十一年 朴棋将军获去病 将霍光带至长安 任职郎官 后生为诸曹市中参谋军事 四年后 获去病英年早逝 霍光做了汉武帝的凤车都尉 护卫武帝安全 深受武帝信任 周公是西州著名的政治家 受周武王脱孤之众 兢兢业业地辅佐周成王被传为佳话 汉武帝之意已十分明显 在六个儿子中 汉武帝独爱勾异夫人所生幼子 刘福陵 有意将地位传至于他 为方重蹈吕后乱政的父者 汉武帝甚至不惜将勾异夫人赐死 为刘福陵扫除障碍 临终前两天 汉武帝册封刘福陵为皇太子 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 于左将军上官杰 车骑将军金秘笛 与史大夫桑红阳 共同辅佐右助 公元前87年 年近八岁的刘福陵继承大同 为了使百姓更容易避讳他的名字 他改名为刘福陵 对于年仅八岁的刘福陵来说 刚刚经历了丧武之痛 又在猛猛咚咚之中 继承了一个伟大的帝国 一条尖色的道路 等待着刘福陵 而这条路的终点 将是这座正在营建的地灵 刘福陵即位后 平陵工程随即展开 由以霍光为首的辅政大臣负责 在这项宏大的国家工程启动之初 谁也不会想到 未来的局势将是何种走向 从今天残存的遗址来看 平陵的规模极为宏大 汉朝帝与其皇后的陵园 都位于平陵陵园之内 相隔七百米分裂东西 今天的考古工作者 一般称其为东陵陵园 与西陵陵园 东陵陵园所在地 地势中部高四周低 陵园平面为四方形 三十二米 西陵陵园和风土的基本形质 与东陵相同 七陵园东边长三百八十米 西边长三百八十六米 南边长三百七十米 圆墙四面中部也开有门阙 位于陵园中心的风土 底面边长稍小 为一百六十米 高三十米 汉朝帝的平陵 为帝后合葬陵 埋葬着汉朝帝刘福陵 和他的皇后上官室 一直以来 人们认定平陵陵园 西边的风土为刘福陵的地灵 而东边的风土 则是上官皇后的后灵 果真如此 地灵的规模和档次都叫后灵逊色 这难道不是无礼的禁阅吗 难道刘福陵 真的不过是全臣霍光的傀儡 连自己的归寝之地 都没有半分自主权吗 东陵之所以比西陵的规模稍大 是否有可能是霍光蔑视天子之威 而有意为之呢 刘福陵 二十一岁驾崩 而上官皇后 却一直活到公元前三十七年 先后被尊为皇太后和太皇太后 她也成为中国历史上 最年轻的太皇太后 按照惯例 皇后逝世之前 后灵一直处于迎舰状态 从刘福陵驾崩 到上官皇后辞世的这几十年间 汉朝由五帝后期的全国疲蔽 走向复苏 迎来了忠心的大好局面 多修了几十年的后灵 的确有条件在规格和豪华程度上超越仓促完工的地灵 可是即便如此 皇权社会等级森严 后灵真的就有理由凌驾于地灵之上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 考古学家再次对平陵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 揭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一直以来 使人将平陵的地灵 后灵倒反了 也就是说 规模较大 规格较高的东灵 才是霍光为了彰显天子的威仪 清尽所能 构建起的宏大地灵 这样一来 平陵的地灵 后灵的对比差异 便顺利成章 同时也足以说明霍光 对汉昭帝问心无愧 在这一历史真相背后 我们似乎隐约感受到了 汉昭帝一场 君臣和谐的美好画卷 这似乎与历史传闻中的 不太一样 那么 看似年幼无知的刘福岭 是如何在动荡的朝局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与全臣霍光建立起 和谐的君臣关系的呢 随着刘福岭登基为帝 霍光与另外三位辅政大臣 开始共同掌控朝政大局 桑红阳 掌管中央财政近四十年 为汉武帝四海宾服的大一统国策 奠定了雄厚的物资基础 金蜜底本为匈奥修徒王太子 在匈奴的内斗中 修徒王被杀 金蜜底与其母归降汉朝 获得汉武帝上官节 礼人未央旧令 势终 太普 最终升至左将军的高位 表面上 汉庭的权力更迭顺利完成 但事实上激烈的政治斗争 却趋高贺卦力不从心 而并无野心的金蜜底 在刘福林即位第二年后 便早早逝世了 如此一来 朝政大局完全被霍光与上官节把控 但这两位却有各怀心思 国决云轨的政治暗潮 在他们之间悄悄涌动 刘福林即位不久 上官节的儿子上官安 向霍光提出 送五岁的女儿入宫 然而这一提议被霍光否决了 上官节不甘心失败 转而与刘福林的姐姐 恶意盖长公主结盟 而代之 公元前八十年 刘弹弹劾霍光 请求入京侍卫皇帝 如此一来 上官节等人只得暗中筹划 武装政变 直次危急关头 盖长公主门下一名管理稻田租税的官员 告发了上官节等人的阴谋 火光先发之人 将上官节 桑红阳等人一网打尽 论罪足诸 盖长公主与燕王留弹 见世不济 相继自尽 幸运的是 霍光并非滥杀无辜之人 上官皇后毕竟也是他的外孙女 而且年仅九岁 根本不可能参与政变 因此得以逃过一戒 此后霍光大权独揽 不但自己权倾朝野 其弟弟儿子女婿 也纷纷纷担任朝廷要职 汉书中称霍光 威震海内 成为王朝实际上的统治者 此时的霍光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再也无人能够制约她 如果霍光希望对自己的外孙女表达愧疚之情 她完全有权利 有可能将她的陵墓修建得比地灵更大 更豪华 但刘弗玲难道会认其为所欲为吗 传统史家往往认为 刘弗玲性格懦弱 对霍光充满畏惧 然而 阅人无数的汉武帝 难道会看错人吗 史料记载 汉武帝对刘弗玲的评价是 壮大多智 壮大是说她身体健康 多智 则是说她心智聪慧 能够得到汉武帝如此评价 刘弗玲又岂会是雍鹿之辈 在上官节 桑红阳图谋作乱的关键时刻 刘弗玲能够保持清醒 团结霍光 坐闻天子宝座 可见 看似懦弱无知的刘弗玲 其实大智若愚 颇有察人之名 因此 刘弗玲并非因为性格上的弱点 而屈从于霍光 而是意识到 自己需要韬光养晦 霍光年老 当自己羽翼丰满时 必能君临天下 于是 西汉朝廷君臣和谐 国力逐渐复苏 汉昭第一朝 开始出现 被石家称作 昭宣忠兴的 大好局面 霍光掌权期间 对外与匈奴和亲 致力于维护 良好的外部环境 对内 继续推行 清摇伯父 与民休息的政策 大力发展经济 霍光与刘弗玲 君臣互信 对西汉王朝的复苏 贡献巨大 贡献巨大 那么 昭宣忠兴 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成就 也许 平陵的三座丛葬坑 可以告诉我们答案 在一号丛葬坑中 六十匹精美的机智木马 颇为引人注目 木马全身 修橙红色气 高约零点五米 由头 颈 须 四肢组成 身体各部位间 用铁钉相连接 栩栩如生 二号从脏坑北端 有一斜坡 坑道两侧 对称开凿了 五十四个洞序 平均高 一米 宽0.8米 深三米 每个洞室内 均有一具高大粗壮的受骨 三号从脏坑 规模较小 依稀可见 木车一寸 形似洋拉车 在国内尚熟罕见 北侧为一辆彩绘木车 至少有两封彩绘木骆驼拉车 牛尾引人重目的 十二号坑中出土的那些兽故 经专家鉴定 均为大型哺乳类 藕提木动物 可确认的有牛和骆驼两种 这可能是关中乃至中原地区所发现的最早的骆驼 骆驼原产于阿拉伯 中亚和我国北方沙漠地区 张浅通西域 骆驼才进入中原 平陵中发现的骆驼骸骨 证实了西汉王朝与世界之间真实存在的文化交流 当我们凯探丝绸之路的伟大事 怎能忘记刘福岭这位命运多舛的少年天子 遗憾的是 刘福岭去世 又等到霍光老去的那一天 甚至来不及培养其一群围绕在他周围的中心臣子 刘福岭虽然与霍光君臣相宜 各安其事 但毕竟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 这一点从他的陪葬墓系统就可见一斑 在平陵的东侧 可以找到其陪葬墓群 仅封土保存较为完整的有十一座 保存较差的有十二座 据文献记载 陪葬平陵的有夏侯胜 朱云 章鱼等人 但具体名位难考 显然与汉武帝那浩如繁星 雕饼实测的陪葬者相比 平陵的陪葬者就显得相形见处了 不过平陵虽然迎见仓促 但灵异并没有被疏漏 平陵驿位于地陵的东北部 东西宽两千四百米 南北长三千一百米 四周皆有夯土铸就的城墙环绕 据文献记载 平陵驿的人口在集圣时达三万户 以平均每户五口计算 竟有十五万人之多 今天在灵异遗址内 发现了很多制陶作坊遗迹 和部分建筑遗址 以及板瓦 瓦当 残陶器 铜顶 铁华 漏脚等 可见 当年的平陵驿 必是相当繁华 西汉后期 共有五位丞相从这座城市走出 很多著名学者也在这里安家落户 直到东汉时期 还有不少大儒、大学者 出自平陵驿 总体而言 平陵并没有因为汉昭帝的仓促下葬 而变得简陋寒酸 平陵的东南方向 是汉昭帝的陵庙 徘徊庙的遗址 陵庙建筑在一个高三米的夯土台上 今天 人们依然能够在台上 随手检视到汉代的板瓦 铜瓦 方格文方砖 凤文空心砖 以及长生无极瓦当 可见平陵 当时有着完美的理智建筑 今天 考古学家在平陵的陵园外 共发现了二十六座从脏坑 其中 地陵从脏坑二十一座 后陵从脏坑五座 地陵的从脏坑 基本分布于陵园外南部及西南部 东西长四百五十米 南北宽三百至四百米之间的区域内 从脏坑基本成长条状 一般长十至四十米 宽四至七米 其中长度超过一百米的从脏坑有三座 相比之下 后陵的从脏坑就显得比较简单 仅有的五座分布于陵园西墙外西部 即西南部 虽然宽度与地陵的相差不多 但长度仅有五至十四米 通关平陵 可以看到霍光对于这些 的呢 指真相就藏在霍光的陵墓中 霍光墓 位于汉武帝茂陵的陪葬墓区 恰好位于茂陵与平陵之间 似乎象征着一代名臣 城前其后的功绩 汉武帝 汉武帝以能识人善用人著称 能够得到他的首肯并赐于陪葬待遇的大臣 大多是能力出众忠于汉室之人 此外 霍光逝世于汉昭帝的继任者 汉宣帝时期 汉宣帝遇刺 恍常提凑 以极高的礼遇将其安葬 也足见对其功绩的肯定 这样的一个人 难道会谋害幼主吗 那么汉昭帝年少报亡是否真与霍光有关 事实上 史料中关于汉昭帝病况的记载颇为繁多 刘福岭从很早的时候开始 就由壮大转变为体弱多病 朝臣们为了给皇帝治病 甚至向天下征集名医 由此可知 朝帝病重一事 并不是什么秘密 在汉书 还记载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 汉朝帝驾崩之后大转一笔 被官府发现 依法论处 由此可见 皇帝的健康情况 早已是天下百姓都有所耳闻的事情 因此 刘福岭之死 刘福岭之死是病提累积之故 并非霍光弄权所致 事实上 史料中对于霍光的评价 颇处 其众民众国的违政理念 也可见一般 很多人认为 其成就堪于周公媲美 的确达到了汉武帝对他的期望 然而 也有人认为 霍光 霍光对于权力的态度是值得商榷的 他始终也未能摆脱 身为将相 子弟封侯的思想 其宗族 子弟都获得了高官显位 最终为霍氏家族 埋下了霍根 而这些故事 刘福岭 已经不可能经历了 公元前74年 汉昭帝刘福岭 驾崩于魏阳宫 两个月后 入葬平陵 刘福岭 这位曾被汉武帝 其以重任的帝国继承人 曾经少壮多志 曾经心怀憧憬 在他的心中 或许也曾为大汉帝国 规划过美好的蓝图 或许也幻想过 有朝一日 君临天下 享受万众欢呼的 帝王之尊 然而 他的人生 太过短促 所有这些事 都已来不及去完成 他没有机会 像父亲那样大展宏土 建立属于自己的丰功伟绩 作为儿子 刘福玲是幸运的 在他前进道路上 可能出现的一切障碍 都被父亲悄悄抹去 作为皇帝 刘福岭却是不幸的 过早的继位为君 令他不得不忍受大权 在他身旁落的苦楚 在另一个人的阴影之下 折服 刘福岭与霍光 究竟有着怎样微妙的关系 恐怕 只有沉睡在陵墓中的 这对君臣 才心知肚明 刘福岭是西汉王朝一位尊贵的过客 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也无法左右王朝的未来 由于世事过早 且身体常年患病 他甚至来不及留下自己的子嗣 汉武帝临终之时 将刘福岭托付于霍光 如今国家再度渐入后继无人的窘境 霍光恐怕也会感到惶恐 他必须找到称职的继承人 完成中兴汉式的大业 而刘福岭 王朝大业已不再是他瘦弱尖头的一副重担 他只需安静的在这座帝陵中沉睡 他的帝王生涯 想起了西汉第二代皇帝 汉惠帝刘盈 同样年少登级 同样大权旁落 同样英年早逝 同样寒恨而终 然而 汉惠帝之后 汉室迎来了德行监备的汉文帝 开启了文景之志 汉昭帝之后 谁能够继承大统 引领大汉王朝实现中兴 汉朝的未来 再次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